巴西街头上演了一出像电视剧一样的真事 当晚一个小偷在抢劫一个古道手机的女生时 竟被揍成了这个造型 小偷号称自个儿有枪 让女生把所有值钱的东西都交出来 哪成想话还没说完 就被女生两拳一脚打趴在地动弹不了 最后小偷疼得还是自己报了警 随后警方赶到现场把她带走了 估计这小偷做梦也想不到 她打劫的这女生可不是普通人 而是著名终极格斗冠军赛的格斗女星维亚娜 别说一个她三个都不是个 不得不说小偷这点子也是没谁了